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决策模式历经了七个主要的阶段 第五章以及第六章已经介绍了需求确认 资讯搜寻 购钱评估 以及购买四个阶段 本章将从三个节次来分别说明 消费者决策模式的最后的三个阶段 包括了消费 消费后的评估 以及处置 本讲次主要讨论产品与服务的消费部分 至于消费后评估与处置 则留到下一个讲次再说明 消费是指消费者使用所购买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本讲次我们将从产品的消费形态 以及服务的消费形态来探讨消费这个议题 好 本讲次的主要的重点如下 1. 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形态内容 2. 食用量区隔的角色 3. 消费经验的类型 4. 消费规范与仪式的功能 5. 地毛原理的应用 6. 来源国效应的现象 第7. Cervical量表 在我们这个讲试里面 主要要谈到的是我们课文第7章 有关于消费满意与处置的部分 那么首先在第一节谈到的是 产品与服务的消费 第一个重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产品的消费形态的内容 消费是指消费者使用所购买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 产品的消费形态 包括了消费量 消费经验 消费规范与仪式 首先我们跟大家说明的是消费量 消费量的差异提供了 使用者市场区隔的基础 此种区隔成为使用量区隔 也就是将使用者分成为三种区隔 重度使用者 中度使用者 与轻度使用者 中度使用者产品的消费量比较高 轻度使用者是消费量比较少 中度使用者是落于两个极端之间 当其他的情况不变的时候 中度使用者才是主要的目标市场 大部分情况 从中度使用者所产生的利润来源 往往较来自中度与轻度的使用者 会超出很多 我们比如说台湾的泡面市场 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 泡面除了是提供方便的商品以外 对于竞争形态的台湾 会带来可观的市场潜力 可预期的吃泡面的人 是会越来越多的 根据东方线上2008年的消费者行销资料库的数据来显示 三天一次以上占了5.1% 一周一次的23.4% 两周一次的是18.8% 一月一次或者是更少的是占27.5% 而几乎每天都要吃的呢 占5.1%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13-64岁的人口当中呢 有79.9%的人多少都会吃泡面 只是这些人当中呢 又可以分为重度使用者占5.1% 中度使用者47.3% 与轻度使用者27.5% 另外以消费量 将消费者做区隔的时候 也将影响厂商在产品包装上的决策 例如因为消费者对于牛奶的消费量不同 而将其成分不同的大小的包装 包括了一公升装 以及半家轮家庭号的大包装 第二个呢 我们要谈到的是消费的经验 消费者感受到的消费经验 因为奖赏与惩罚而有别 从这个观点来看 消费经验可以分成为正面强化 负面强化 或者是惩罚 这三类的经验呢 我们列在课本的图7-1 在图7-1中呢 显示了三种消费的经验 接下来我们将一一地分别说明 当消费者从使用产品中 可以得到正面的结果 就是正面强化的消费经验 例如我们很喜欢去逛游乐园 或者是主题乐园 因为游玩中充满了刺激快乐 此外呢 对于有些消费者而言 吃大餐可以同时满足口腹之欲 及消费体验 而使正面强化的消费经验 会让消费者不断地想要再次的消费 因此行销人员应该在这个方面 努力地着手 如果消费者可以从消费中 避免某些负面的结果 就是负面强化的消费经验 比如说女性消费者喜欢购买一些 抗老化以及防皱等保养品 来抵抗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 但有的时候正面与负面强化 在消费经验会同时出现 比如说像空气的清新机 它可以去除怪味 怪味是一种负面强化 但是同时也可以使空气清新 它是属于正面强化 但不行的是 有时候消费经验会带来一些惩罚 当消费经验导致负面的结果 就是一种惩罚 比如说美容整形失败 就是一大惩罚 惩罚性的消费经验 是不太可能再尝试一遍的 特别是负面的结果 超出强化的效果太多的时候 因此消费者就不会购买 与使用负面强化的产品 所以在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 时间与努力的花用就比较少 此就限制了产品突破竞争品 从未取得消费者考量的机会 第三个我们要谈到的是消费规范与仪式 消费规范是指影响消费行为的非正式的规则 比如说企业界人士就需要穿着西装打领带 在情人节送玫瑰花给心爱的人代表爱的象征 许多的消费行为都已经被仪式化了 消费仪式可以定义为 由表达性或者是象征性活动 所建构的一组以固定顺序重复发生的多重行为 仪式性的行为被戏剧式的刻画与展现 并且以正式、庄严及感人自身的方式进行 比如说中国人过端午节 要吃粽子、带香包、摇祭伟人 在西方的感恩节 人们或家人团聚在一起 感谢丰盛的收成 有物质的丰富的享受 台湾每年已到了暑假7月份开始 就是原住民丰盐祭典的季节 各部落举办了各场的欢乐 神圣的祭典活动 其中以阿美族的丰盐祭最受瞩目 活泼的舞曲、艳丽的服装 总是会吸引不少民众前往观赏 进而演变出专业的舞蹈表演以及场所 其中以阿美文化村则为最继代表性的 有些公司将产品与消费仪式结合 比如说黑松祭水 鼓励消费者拜拜的时候使用 因为有气才有望 某些假日仪式也是一种消费仪式 家庭固定的聚会、上教堂 或者是出外旅游等等 许多人每天一早起来 都有某些梳洗或准备的仪式 甚至年节送礼、节日送礼 也可以视为一种仪式 OK 好 那我们在这地方呢 暂时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回来 前面的重点我们提到了 产品的消费形态的内容 在这个重点的部分 第二个重点我们要提到的是 服务的消费形态的内容 服务的消费形态包括了服务定位 服务环境、知觉品质与知觉的价格 首先我们要介绍服务定位 跟制造业相比 服务产业在定位以及促销的时候 它会面临到一些特别的问题 因为服务是无形的 所以形象成为服务差异化的重点 而形象的基本目的呢 就是在于使消费者产生 独特的形象的联想 为此服务业者已经发展出许多的策略 尽可能使服务有形化 让消费者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 产生视觉上的印象 比如说我们将运输工具涂上识别的符号 餐厅的火柴盒 旅馆的香皂与洗髮精 以及其他多种专属性的物品 比如说一些口号、slogan 在slogan的部分呢 比如说MM推出的巧克力、花生、七彩糖口味等 他们都强大的产品的口号 MM、只容你口、不容你手 研酒公卖局的台湾啤酒 什么是亲、有亲才敢大声 国农乳品千拜万拜 不如枕香国农拿来拜 如今呢 一个简洁有力表达产品整体形象的口号 可以强大大家对于该产品的印象 因此呢 口号呢 就是让无形的服务变成有形化的重要步骤 有的时候呢 公司呢 会针对不同的市场 采用差异化的定位策略 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 然而他们必须要特别的小心 以避免造成消费者之间的一种 知觉混淆的现象 比如说 像台北富邦银行 他推出了两种联名卡 一个是台湾大哥大 一个是台帽 台湾大哥大呢 他所提供的最高定性账单的回馈 最优的消费的礼遇 还有行动生活无限价值 台帽呢 则是每周五刷卡 刷台帽的联名卡呢 可以享受许多的 吃喝玩乐的独家优惠 由于呢 这两种联名卡呢 都是台北富邦发行的 他所提供的附加价值不同 宣传如果不清楚的话 很容易让所有的吃卡者 都以为这两种联名卡 都可同时享受 同样的优惠以及服务 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是服务的环境 服务环境的设计是服务定位策略当中 相当重要的一环 它不仅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印象 也会左右消费者和员工的行为 对于某些服务 比如说像是银行 零售商店 以及专业性的机构来说 因为缺乏比较客观的准则 作为消费者判断服务品质的依据 所以呢 要创造良好的印象 实体环境呢 就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 服务环境传达服务业者的形象 而这些形象呢 与所提供的服务呢 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 以银行为例 根据一项服务环境的研究指出 顾客认为最重要的五种环境变数呢 分别是第一个隐私 隐私包括了视觉及语言 如封闭的办公室 交易的私密性等 第二个呢 是效率方便 比如说交易的地点容易找到 或者是方向标示清楚等 第三个呢 是周遭的物理环境 比如说像温度 光线 噪音 音乐等等 第四个呢 是社会情境 包含了银行中其他人的形象 比如说像银行顾客及行员的穿着 或者是服务态度 另外呢 就是最后就是美学 也就是颜色 风格 材料的使用 艺术 的艺术品等等 很明显的一个良好的服务环境 将使得消费者知觉到该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应该也将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三个我们谈到的是知觉价格 消费者如何知觉价格对于购买意图及满意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以价格公平性知觉来说 有证据显示 消费者通常会注意其他的消费者 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 常常坐飞机的人 或者是一些俱乐部的VIP的成员 他们到底所支付的价格是什么 行销人员呢 所使用的差异化的定价策略 会被那些无法使用享受特殊价格的消费者 知觉是一种不公平的措施 没有人会喜欢自己比别人多付了双倍的价格 却买到相同位阶的飞机票 或者是电影票 不公平的价格知觉 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价值知觉 以及光顾一家商店 或者是购买一项产品 或者是服务的意愿 换言之 如果我们能够减少价格不公平的知觉 将可以提升产品的价值知觉 以下呢 我们将从参考价格 及价格标语两个方面探讨 这对于消费者知觉价格的影响 比如说像拍卖等广告的标语 会增强消费者的节省和价值的知觉 依据消费者的参考价格 不同的拍卖标语 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 与价格有关的语意线索 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文字 也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价格知觉 有的时候为了促销一个整个产品线 或者是百货公司 商店他会推出一些折扣特惠价的时候 会以范围型的价格标语来劣势 比如说折价10%到40% 最多呢 可省60% 或者是可省20% 或更多来作为宣传 相反的单一性的价格标语 则只提供单一的折扣水准 比如说指名了折扣25% 但不论是范围性的 或者是单一性的价格标语 因为涉及的商品范围广大 对于消费者采购以及商店的流量的影响 将比只针对单一产品提供的 参考价格的效果伟大 另外善用定毛原理 也是最近许多公司喜欢用的策略 所谓定毛原理 就是用其他商品 来当作消费时的毛或者是基准 借以影响消费者的价格知觉 比如说你如何决定 要花多少钱买一件衣服呢 其中一种方法呢 就是比较其他衣服的价格 也就是用其他商品呢 来当作消费时的毛或者是基准 时装店里 如果陈列了一些价格 在3500元以上的服饰 那么一件所价1800元的细条衣服 似乎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 如果另外一家商店 它所卖的衣服 几乎全部都不到 会超过900块钱 那么这件1800块钱的衣服 似乎就变成了奢侈品了 到底这件衣服是值得购买的实惠品 还是重情享乐的奢侈品呢 除非预算很吃紧 不然这个问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 在评估的过程里 每一样特定商品的价值 都是其所在的环境而定 定毛的原理可以用来解释 合一百货公司总是喜欢做产品特卖的活动 为的就是要让消费者以为捡到便宜了 写着原定价的那张标签 就是用来和拍卖价格相比较的毛 好 我们在这地方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最后一项我们要说明的是知觉品质 消费者通常利用与产品有关的线索 来判断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品质 有些的线索是内含于产品或服务的 有些则是外深的 经由单独或混合的作用 这些线索提供了判断产品 或者是服务品质的基础 内深这个线索主要是有关于 产品本身的物理特征 比如说像大小 颜色 味道 或者是风格 在有一些的案例当中 消费者使用物理特征 比如说像是冰淇淋或蛋糕的味道 来判断产品的品质 消费者多半相信 可基于产品的内深线索 来进行品质的评估 因为这样的判断 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决策 无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 看起来是理性的 或者是客观的 但事实上 通常他们用于判断品质的物理特征 与产品品质并没有实际的 实质的关系 举个例来说 虽然许多的消费者声称 他因为某个品牌的美味而买它 但是当消费者被遮住眼睛的时候 他却无法分辨出这个品牌 根据消费者报道 这个刊物指出 消费者通常无法区别不同的可乐饮料 至于对于各个品牌的偏好 其实主要还是受到价格 包装 广告 甚至是同财压力等 外在线索所影响 当消费者缺乏了 实际的产品的经验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倾向于外在的线索 比如说像是价格 品牌形象 制造商的形象 或者是零售商的一项 甚至是来源国的印象等等 来判断产品的品质 许多消费者使用来源国刻板印象 来评估产品的品质 这种以来源国作为判断产品 好坏的重要线索的现象 我们被称为叫做来源国效应 行销学者之所以会发现这种效应 主要是因为观察到某些消费者 会把一些国家与高品质联想在一起 把另外一些国家与低品质联想在一起 有了这种刻板印象之后 消费者会把产品被烙印上的 低品质印象的国家 在消费者心中就自动降等了 来源国效应普遍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台湾的社会 还是有许多的消费者觉得 日本、德国产制的产品代表高品质 而东南亚国家的产品 就给人比较低品质的印象 许多台湾设计、生产、制造的流行服饰 非得要取得一个具有欧洲色彩的品牌 而且在这个品牌名称之下 校方还要表示 Paris or Italy 运用的也是类似的原理 过去还有一些皮鞋或者是服饰业者 甚至把产品运到意大利 再从意大利改包装后回销台湾 其所考量的也是同样的理由 对消费者而言 评估服务品质 则比评估产品的品质更加困难 主要是因为服务具有某些的特质 包括了无形、容易变化 没有办法储存 以及生产与消费它是同时进行 所以评估服务的时候 没有办法如比较产品一般 仔细地加以对照 也因此消费者常常要依赖 其他替代性的线索 也就是外在线索 来评估服务的品质 举个例来说 我们要去评估 医生的服务品质的时候 他们会注重是办公室的质地 检阅室内的家具的陈设 墙上证书的数量以及来源 还有接待人员的态度 还有护士的专业性 这些都会成为消费者 评估整体服务品质的要项 因为服务品质是不确定的 不同时间、不同服务人员 甚至不同的顾客 传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品质 都有一些变异 例如食物、适者的服务、理发 甚至同一位教授所讲授的课程 所以行销人员 努力尝试将其服务标准化 以提供一致的服务品质 不过过分强调了标准化 将因而丧失了顾客服务 顾客化服务的一种消费者的一种价值感 一般来讲 在尖锋需求时段 服务的互动品质通常会降低 因为顾客及服务提供者都处于急忙 以及压力的状态之下 这个时候 服务人员如果不设法确保服务的一致性 服务形象有可能会降低 有些行销人员 试着改变需求状态 以求能够将服务更均衡 分配到每一个时段 举个例来说 藏湖电话的服务 通常会在离风的时段 提供减价的折扣 比如说在晚上11点以后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有些餐厅会在早上7点之前 提供低价位的餐点 此外也有些研究显示 服务提供者可藉由填满消费者的时间 以减少知觉的等待时间 以及它的负面评价 所以在等待空桌的时候 餐厅的服务人员会请客人 先看一下菜单 病人则可以在后诊室 观看一些教育的影片 以打发时间 此外消费者对于服务品质的评估 是决定于其对服务的期望 与实际服务的知觉之间的 差异大小以及方向的 比如说一位大学生 大学的新生 可能对于同学的智力 课堂的讨论的丰富性 和学校的图书馆 它都有某些的期望 这些期望是根据于个人的背景 以及经验 并且它会成为该生来评估 大学品质的依据 如果大学所提供的服务 比它所预期的还要低 它可能就会认为 这间大学的服务品质并不好 反之如果超过它的预期 它将视这一间大学为高品质的教育机构 和调服务知觉的表现和服务 期望之间的差距的工具有很多 我们在课本上提供的Servical量表 它的内容包含下列五个构面 有形化 可靠度 回应度 保证性 同理心 表七之一对这些因素 有更为详尽的描述 从Servical量表发展以来 已经有应用到许多的研究当中 我们就以图书馆的服务为例 来说明这五个构面的定义 以及它的应用 第一个我们谈到有形化 有形化是将无形的服务 以实体设施设备 服务人员 以及各种传播材料呈现的努力 比如说图书馆的硬体设计 就能够让读者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让读者一进入图书馆 就感到亲切 没有拘束 方便使用的服务 使得图书馆成为民众 平日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个我们谈到的是可靠度 可靠度是指可令人依赖的 且正确地执行所承诺服务的能力 比如说像图书馆的馆员的专业素养 是提供读者完善服务的基本要求 如此才能够给读者正确地引导 传达图书馆服务中心的理念 第三个是反应度 它是指员工愿意帮助顾客 以及提供及时服务的意愿 比如平时与读者面对面 直接接触的第一线咨询人员 应该能够给予读者主动及及及时的服务 来帮助读者解决所遭遇到的问题 第四个我们提到的是保证性 它指的是员工的知识与礼貌 以及给顾客一种信任感 以及信心的能力 最后一个我们谈到的是同理心 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怀 也就是提供关心与个人化的服务给顾客 那么尤其是像对于初次学习电子资料库的 查询系统的读者 管员就应该可以给读者 接受适应而且适当的辅佐说明 研究人员试着整合产品的品质 与服务品质的概念 以形成整体的交易满意度的指标 因为所有的产品 除了包括核心有形的实体之外 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服务 比如说对于零售店的满意度 可能取决于销售人员的服务的效率 以及周边环境的舒适愉快的程度 在我们课本的图7-2 呈现了一个概念化的模型 指出消费者对于交易的整体满意度 主要是基于对于服务品质 产品品质与价格的评估 在一项探讨服务品质 消费者满意度 以及购买意图的研究中 我们可以发现高服务品质的知觉 以高服务满意度 会产生较高的购买意图 在这个讲词里面 我们大概就说明到这个地方结束 我们下周再来谈到其他的内容 好 再见 谢谢了 台湾